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事件 不过就在两天前 一架从巴黎要飞往开罗的埃及航空客机 是不是突然遭到了恐怖攻击 而让机上的66名乘客全部葬身海底呢 如果是的话 当时这些乘客应该在税用当中被突然惊醒 因为时间正是清晨的两点半钟 飞机正在33000英尺的高空稳定的飞行着 距离最后的终点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的航程 博大是一声震惊的巨响 让这些乘客突然发现这架飞机在进行疯狂的回转 然后随机就笔直的掉落在漆冷的海水当中 这件事情最特别的是 这架飞机它的保养情况良好 当时天候也非常好 而且最重要的 飞机上没有发出任何的紧急或求救的讯号 因此飞机上极可能被人安置了炸药 但谁安置的 怎么安置的 在哪里安置的 目前外界的焦点立刻指向了飞机的起点 法国的维安 当然还有就是埃及 埃及本身的观光业已经受到重创 而这家航空公司在今年已经先后发生两次事故了 当然对全世界来说 所关切的并不只是法国或者是一个埃及的问题 而是整个的航空事业在如今这么高度的维安警戒之下 如何又被敌人突破 难道恐怖暴徒对于空中破坏的能力又已经有了新的突破技术吗 埃及航空804班机遭遇了一场疑云重重的空岸事件 时间是法国当地18号晚间11点09分 804班机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 预定飞往埃及首都开罗 原来相当顺利 凌晨1点24分进入希腊领空时 首次与塔台联系 根据希腊航管局提供的资料 当地时间凌晨2点27分塔台还企图联络班机 但却换来一片死机 两分钟之后飞机从雷达上消失 在地中海上空失踪 2点45分也就是班机从雷达消失后16分钟 搜救行动才正式展开 希腊 埃及 法国等多国舰艇 在可能坠机海域进行大规模的搜索 终于找到部分飞机残骸 证实坠毁在地中海 这架空8A320客机一共载了66人 机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仍是谜团 这架A320客机出厂才13年 飞行48000小时 状况堪称良好 飞行员经验丰富 另外根据气象资料显示 班机失事附近的领空 天后一切正常 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 一架体积庞大的民航客机 突然在雷达萤幕中消失 显得相当罕见 再者根据希腊当局的雷达显示 这架扳机曾做出不寻常的动作 增加飞机先是大幅度左转90度 然后在360度的剧烈向右转 最后完全不见 除了不可思议的转向 还在几分钟内 从37000英尺急坠20000多英尺 到1万英尺的高度 这样恐怖的急坠 让专家不敢相信 空难传出后 许多专家高度怀疑 是遭到恐怖攻击 甚至被放置炸弹 在空中引爆 是比较高的机械 我认为一架客机 从巴黎起飞前降落过四个地点 一序是东非的阿斯玛拉 接着是开罗 再飞到北非的图尼斯 又回到开罗 然后才到巴黎 如果真是遭恐怖攻击 那么在任何一个地点 都可能被放炸弹 航空公司信誓旦旦 搬机安检程序毫无疏漏 但外界对欧洲各国的飞安 仍有疑虑 尤其是法国曾经发生恐攻 埃及航空更在今年3月 发生劫机事件 在1999年 埃航还有过更重大的悲剧 一架从纽约飞开罗的客机 起飞30分钟 从雷达上消失 机上217人全部罹难 处于中东与北非之间的埃及 正想摆脱政治动荡阴影 重振旅游与经济 但令人胆战心惊的悲安 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